好,我们继续 来,我们看一下施工管理 那施工管理里面包括了 勘验期限与勘验及施工必要的管理事务 我们看到施工管理里面,第1个 建筑期限跟展期的规定 第1个我们看到 主管机关,主管建筑机关发给建造执照或杂像执照时 按照建筑期限的基准规定 合定其建筑期限 那一般来讲的期限是以开工之日起算 承照人因为因故未能于建筑期限内完工 可以展期一年 以一次为限 很好记嘛,一年一次 那未依照规定的申请展期 或以预期,预展期期限 还没有完工 建造执照或杂像执照 自规定得展期日借满之日起失效 第1项建筑期限的基准 与建筑管理规则从规定 所以你记得一年一次为限 好,那开工的期限跟展期的规定 领得建造执照或杂像执照之日起6个月内要开工 半年内一定要开工 那于开工前 惠同执照人、监照人把开工日期 连同 姓名、名称、住址 证书字号、执照人施工计划书 申请该管主管建筑机关被查 这都比较细部 6个月记一下 启照人应故不能为前项期限开工时 庶民原因 申请展期一次 期限为3个月 所以你看这个 这展期一次3个月 6个月内开工 领到证照6个月 又可以展期 6个月不开工 还可以展期3个月 所以这都是一些 有时候他们一些 运用他们在证照 在这执照上 有效的一个方法 他有个规定 那为依照规定申请展期 或已经预展期期限 仍未开工者 建造执照、杂项执照 规定得展期的期限借满之日 就是失去效力 这是 了解一下 这个6个月 这个一次 3个月 弄清楚就好 好 那变更建造跟杂项执照的规定 我们看一下没有一个 如有下各款刑事之一申请 申报该主管建筑机关备案 第1个 变更起造人 或变更承造人 变更监造人 或者是工程中止或废止 前向中止的工程 可供使用的部分 得有起造人 依照规定办理 变更设计 申请使用 不堪使用部分 有起造人要裁除 这个是 那个 执照的规定 再来看 勘验部分的规定 建筑工程中 必须 必须勘验的部分 由直辖县市政府主管机关 合定建筑计划的时候 指定由 承造人 惠同监造人 按时申报后方得 继续施工 注意哪些人 主管建筑机关得随时勘验之 前向建筑工程必须勘验的部分 勘验的项目 勘验的方式 勘验的记录 保存的沿线 申报规定及起造、承造、监造人 配合的事项 在管理规则中规定之 所以你还是要去查细部的是 建筑管理规则 这也是一个法规 好 那再看 随时勘验与不服处的处置 你勘验完了之后 这不是你勘验 是建管机关来勘验 他觉得不合的时候 他必须因以书面通知 承造人 不是当面讲的 是书面通知 公文到了 通知起造人或监造人 热令停工或热令修改 必要的时候 强制裁除 这几点 打红色你要特别注意 妨碍都市计划 妨碍区域计划 妨碍公共安全 公共交通 公共卫生 刚不是建筑法的目的 怎么看到 这几个都妨碍了吗 那你 你都已经违背这个法令了 你还为什么 还可以让你盖呢 不可能吗 所以主要构造 或位置 或高度 或面积 跟核定的图样 说明书不符 这就已经造成 我核定给你的 跟你盖的都不一样 违反本法 前面这么久违反本法 其他规定 或基于本法所发布的命令者 这都是不能够再改 好 那再看一下施工管理 赔偿 欠诸由监造人负责监造 那施工不合规定或 造致起 起造人蒙受损失的时候 赔偿责任 我们看 底下第一点 监造人认为不合规定或承造人擅置施工 以致 必须修改 拆除 重建 或予以补强 经主管机关 主管建筑机关 认定者 承造人应付赔偿责任 承造人是谁嘛 你如果 自己擅置怎么样 你就是要负自己 你要 负这个责任嘛 那你没有按 没有按核准图说施工 而监造人认为合格 经由 认为合格 经由 直辖市 县市 主管建筑机关 勘验不合规定的时候 必须修改 那拆除重建或补强 是由承造人付赔偿责任 那承造人的专任工程人员就是 木技师或建筑师 有些建筑师不开业 他就 我认识以前 高院的有一些建筑系的老师 他就把 他的执照 建筑师执照 也可以当专任工程人员 他只住给营造厂 他也是 登讲租 他就是 放在营造厂当专任工程员 那或监造人 付连带责任 所以 祭司有的 有的人是不太愿意租的 以前我服务的学校 土木科的老师他们 有两三个郭老师 他们都 蔡老师他们都有那个 土木祭司 他们都不敢出租 他们退休也不敢出租 他觉得 干嘛要出租 带一个责任 自己又不去做 这是蛮负责任的想法 好 好 来 勘察者的证明文件 规定 主管建筑机关 派员勘验的时候 勘验人要出示 他的身份证明文件 没有出示证明文件 者 可以不让他 勘验 这就是说 有时候他还蛮霸道 说可以看一下你的身份证明吗 通常都会穿一个背心 什么局什么局的 有没有 看到背心就知道了 好 建物的施工火灾防护规定 我们看建筑物的施工场所 应该有 维护安全 防范危险 预防火灾 的适当设备 或措施 好那建筑施工的交通 维护的规定 在施工的时候 建筑材料跟机具堆放 不能妨碍交通 跟公共安全 好 建筑施工的机械 防护 那你看在施工的时候 机械要遵守规 第1个 不得做其 使用目的以外的用途 不能超过他的性能范围 最常看到就是电梯吧 跟吊车 对不对 吊车常常 少吊一趟 就多 每一趟多吊一点 那注意看那个杠杆 利弊够不够 或者吊车 会不会那个撑 他旁边那个撑 撑架 有没有撑的稳固 不然会翻车 好 看那个吊车 那屋顶的塔吊 那塔吊 上次台中发生那件案件 那个其实那个都是 那时候说起来 真的有时候也不能指责 或说怎么样 这个都有很多的 我们讲 原因的造成都有很多天时地利 全部的因缘 凑在一起 刚好就发生 怎么会那么巧 就刚好就这么巧 怎么会是你 那刚好就是 有时候 这样事情有时候 不是谁说的算 好 那个坐吊车还是曾经吊过台北101的 所以有时候 这个有时候 真的不知道说什么 来 好 那应该备有自动装置 这个字 那个去手去操作的时候 必要的信号装置 自身不能稳定者 因浮雨撑住 或者拉锁 好 那通常说机械在装拆的时候 是最危险的 时候 我们地下室挡土 那些支撑要拆除的时候 中间柱要拔除的时候 其实现在中间柱都不拔除了 这种底下直接切割 中间柱拉上来 底下的部分就做什么 做为那个 计装使用 H形钢就做计装使用 他底下先灌一点枪下去 所以这个不一定啦 那个这个就是 看看他设计的使用 好 那建筑物的围里 好 那围里的话 两层楼以上建筑物施工 施工部分距离道路境界线 或基地境界线 不足两公尺半者 或五层以上施工应该设置 防止坠落网 适当的围里 那还有网 OK 好 那建筑物施工的房 那个环境保护 主管建筑机关对建筑工程施工的方法 跟施工设备 发生激烈的震动 噪音 灰尘散散播 这是公害啦 有妨碍附近的安全或安宁的时候 得令其做其必要设施或限制 这是国外 有些人的国家 有时候真的看一看 想一想自己 看看别人想想自己 这个画布 我一个儿子学美术的 他说 他这个布都是很高档的布 还去那摸半天 OK 工地是干干净净的 不晓得为什么 他们做完都收得很干净 这我有特别注意 OK 好 这就是人家 不同文化背景下做事情的那个原则 好 那建筑既有的设施防护及损坏护原的规定 有时候我们在 施工的时候会把一些道路 损坏 有些沟渠会损坏 那你损坏以后 方便施工嘛 那损坏要先申报 要损坏前先申报 申报完以后施工前 维护标准 你把排水沟 弄掉了将来有什么意外 你要维护标准要做出来 那 损坏原因消失之后 你要把它修复 那损坏的 前项损坏的部分在损坏原因消失后 就应该予以修复 好 那再来他开挖一定的深度 这是记一下 1940年 芝加哥 芝加哥是美国最多 大头的地方 那 其实起源于芝加哥在 198 1890年发生大火 那全部房子烧光 所以 遇到灾难不要难过 那他那个就 新的契机 芝加哥就盖了非常多的高楼 1940年那时候这个搜救派 那 他们做一些党土自身的做法 好 那党土自身他讲说在1米半 以下就应该要做航务收拾 1米半的意思 就是其实1米半以下几乎就有地下水 好 那党土跟地下水有很深的关系 好 这各位大概了解一下 好吧 那 我们再来看一下 哈 好